我们看这一题 这一题它说已知点10 就这一点 A座标1 Y座标是0 这一点是A点 它是圆 这个圆的内部一点 这个圆圆心在哪里呢 圆心在2-1的地方 半径是更好5 所以它通过圆点 这是这个圆 那现在它说考虑过A点的缩旋 过A点的所有的缩 那么它的终点 就是选的终点 求所有的终点所成图形的方法字 好 那么假设现在这里有个弦 这个弦的话通过10 然后呢 跟这个圆有两个焦点 第一个焦点我就要做SE Y1 第二个焦点 第二个焦点 叫做S2 Y2 那现在它的终点 终点是多少呢 终点 就是那个 X座标是 2分之SE 加上S2 那Y座标是2分之Y1加Y2 好 那你不同的弦 会有不同的SE S2 那这个 我给它名字叫大X 那这个给它名字叫大Y 它要你求大X跟大Y的关系 好 那现在怎么做 这一点呢 它是在这个圆上面 所以满足这个方法字 也就是说 SE 减掉2 平方 加上Y1 加1平方 这等于5 那这一点 也是在这个方程式上面 在圆上面 所以也满足这个方法字 所以S2-2平方 加上Y2加1 平方 等于5 那我现在把它减下来 一减下来的话 就这个平方点这个平方 就变成这个减这个 那如果消掉 就变成S1-S2 那乘以多少 这个加这个 就是S1加S2 那减4 加起来 那这多少呢 加这个减这个 一消掉 就是Y1-Y2 那乘以多少呢 乘以这个加这个 就Y1加Y2 加2 那这会等于0 好 那现在S1加S2的话 是等于2倍的终点 因为S1加S2 就是这个等于大X 大X就是 这两点的终点坐标 所以S1加S2 是等于2倍的终点坐标 2倍的终点坐标 终点的X坐标 那这个是2倍的Y坐标 好 然后我再把它处理什么呢 S1-S2 所以现在就变成2 大X-4 -4 那叫多少 那我把它处理S1-S2 这就变成Y1-Y2 处理S1-S2 那再乘以多少 乘以这个是2大Y 加2 这等于0 那这个什么东西 这个就是说 这一条直线 它的协议 这个我们给它一个名称 叫做小M 好 那我现在可以消掉2 把2消掉的话 就是大X 大X-2 加上小M 大Y 加1 那这等于0 好 那现在我们看 这个小M 跟大X大Y 可以什么联系 这个小M的话 是这条直线的 那个什么 那个斜率 但是呢 这个终点坐标 也在这条直线上 然后Az点10的话 也是在这条直线上 所以这斜率 M 就等于多少呢 等于 我就J点-J点 好了 这两点的话 可以决定 这条直线的协议 这一点的Y坐标 就大Y 减掉呢 这一点的Y坐标是0 那处理多少 这一点的N坐标 是大X 那减掉 这一点的N坐标是1 所以小M可以代成Y 除以多少 X-1 所以这小的 所以这得到呢 大X-2 加上多少 加上大Y 除以大X-1 乘以大Y加1 等于0 好 那我把它全部乘以 大X-1 大X-1 再加大Y 乘以大Y加1 这个等于0 这个是一个圆的方程式 大X跟大Y的关系 这是一个圆的方程式 我把它乘开来 Y就没有办法 大X平方 然后交叉项的话 是2 大X加 負2 大X加負1 大X 是負3 大X 大X 然后再加2 再加多少 再加大Y的平方 再加Y等于0 然后那得到啥 得到大X平方 加上大Y平方 减3 大X 大X 加上大Y加2 这个等于0 那这是一个圆的方能式 所以答案的话是这个 答案是这个 1 2 2 3 4 4 5 5 4 5 5 5 6